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家院子里有一位中年妇女 长辈们都说她长得特别好看 就连后来陆续搬来的新邻居也说 每次见到她都特别让人舒心 可我看了看她的模样和身材 并没有特别突出的美啊 后来有位阿姨告诉我 她呀 其实她长得不算标致 就是脾气特别好 不仅对自己的家人好 还对街坊邻居特别温和 从来都是轻言细语 有话好好说 从不咄咄逼人 让人感觉很好相处 比如有一次她买了一件新衣服 正准备出门上街 可不巧的 三楼上的王奶奶生活习惯不太好 以为楼下没有人 就随手往窗外扔垃圾 正好落在了她的新衣服上 王奶奶一看 居然把东西砸向了她 连忙下楼道歉 可她却没有说一句难听的话 而是跟王奶奶说 她知道王奶奶腿脚不利索 家里就她一个人 于是还主动跟王奶奶说 下次垃圾多了 她上楼帮她倒 还有一次 她正在家里用电脑写工作报告 可楼下的邻居不小心把电表的线头断错了 大晚上的 专业的维修工人也没有 非要等到第二天才行 她的报告明早就要交 邻居也是百般道歉 可她却说 反正都断电了 还安慰邻居这不算什么事 在她的定义里 只要是别人无心地犯错 她从不乱发脾气 因为发了脾气 事情也不会好转呢 还不如保持一个好心情 让自己舒心 也让别人自在一点 毕竟别人真不是故意的 曾经有人说 一个女人的美丽 最初级的是在外表上 可经久耐看的美 却是在性格里 一个性格温文尔雅 拥有好脾气 不轻易动怒的女人最美丽 无论再美的女人 一旦生起气 那一副咬牙切齿 穷凶极恶 恨不得把别人皮的包一层的 眼神和嘴脸 比一个素颜的丑女还不如 这几年村里要搬迁 可搬迁就涉及赔付款 按人数赔钱或者赔房子 有一个村子里 有一个孤寡老人 有两个儿子 大媳妇崔姐 是一个特别大度的人 村里组织分房时 她家正好分到了 靠近中庭的房子 远离马路 噪音小 也特别安静 可后来 隔壁的张阿姨找到她说 儿子正读高中 晚上做作业 需要一个安静一点的环境 于是她二话没说 就真的跟她换了位置 她说 房子嘛 再好再大 也就是睡觉的而已 可孩子的教育问题是大事 她吃点亏不算什么 在分房子的时候 按理说 老人的那一份钱 应该是两个儿子平分才对 而且平时照顾老人生病住院 衣食住行的任务 几乎都是给了大媳妇家 但小媳妇却是一个斤斤计较的人 她非要得到老人赔付款的70% 说是自己家穷 大媳妇家就该让着她 可村里人都知道 她对谁都叫苦叫穷 实则每天到查铺子打大牌的 就有她 但崔姐却同样爽快地答应她了 她说 老人一把年纪 对她最好的孝敬 就是兄弟和睦 再说了 为了一点钱 让外人知道兄弟内斗 多少 也有败家风 崔姐其实 人长得不算美 甚至还长得有些感官上的丑 她满脸的雀斑 还有大爆牙 身材短小矮胖 也不好看 可跟她相处过的人 时间处得越长 就越觉得 崔姐的美 是深入骨子里的美 远非外在形象的肤浅美 相比于那个 整天浓妆艳抹 身材高挑的二媳妇 崔姐的美从来都不逊色于她 甚至是远超她 一个女人美不美 其实性格是关键 也许外在形象 可以通过涂抹变得好看 可若一个女人 小肚鸡肠 资助必较 就会将美貌 大打折扣 一个懂得宽容 谦让 甚至愿意在钱财名利上 吃点小亏的普通女人 比那个妆容精致 为了几块钱 也要跟小商贩 炒得热火朝天的角色美人 更漂亮 张姐是个家庭主妇 丈夫无输 就在外打工 挣钱养家 按理说 一般的家庭主妇 给人的第一印象 就是唠叨不停 抱怨不断 他们不是抱怨 丈夫不会挣钱 儿子不争气 就是婆婆不好相处 可张姐几乎从不抱怨 无论家里发生什么大小事 她永远都是乐呵呵的 每天出门都满脸笑容 给人感觉她每天都朝气蓬勃 像是天天都有好事发生 其实只有她知道 生活怎么可能一帆风顺呢 她只是不喜欢抱怨罢了 有一年 吴叔出门在外打工 本等到了年底 就等她拿钱回家过年 可吴叔那年不仅颗粒无收 还赔了不少老本 因为工地上的老板 居然携款逃走了 可回了家 张姐不但没抱怨 还说只要人平安 还是好事 还有一年 她儿子中考毕业 本来那年 儿子成绩考得不错 可因为填报志愿时 不小心填错了 选了一个二流高中 儿子本准备回家 被母亲批斗一顿 可张姐说 只要努力 二流的高中 一样可以考入一流的大学 后来她老公吸取了教训 找的工作都是安全可靠 又能按时结算工资的 而她儿子呢 也更是像有考神助力 高考那年 还真考上了好大学 大家都说张姐命好 好事不断 其实哪是她命好 她无非是把抱怨的时间 用来鼓励家人 把抱怨的精力 用来努力改变现状 把抱怨的情绪 化解为积极的心情 张姐如今 已经是五十多岁的年纪 虽然她已经是满脸皱纹 而且由于她是家庭主妇 更是生活在柴米油盐里 她身上浸染了岁月的风霜 留下了年龄的痕迹 可她真正的美 却没因为外在的容貌摧毁 而且她老公儿子还说 她长得比年轻时候 还要美了 其实一个女人的美貌 是首先通过别人看见的 外在形象而决定的 但再美的女人 如果没有了美的内涵和底蕴 没有了修养和气质 没有一个良好的性格 单凭年轻的资本 和柔嫩的皮肤 是难以逃过岁月的折损 有一句诗曾说 罪是红颜留不住 朱颜辞净 花辞树 一个女人的美 想在外在下功夫很容易 也就是一描眉 一擦粉 一涂唇 就可以利剑成效 有人说 爱生气的女人不美丽 因为女人一旦因为一些小事 就生气 就计较 就抱怨 那么再美的皮囊 也挡不住你外泻的坏脾气 伪修养和烂性格 曾经有个小故事 有个小孩对母亲说 妈妈 你今天好漂亮 母亲问 为什么 小孩说 因为妈妈今天没有生气 一个女人可以不化妆 可以不年轻 甚至 可以长得不标致 但若一个女人 有一个好脾气 有大格局 凡是懂得宽容和理解别人 这样的女人才是大美 生活里我们见了太多的 长得还不错的美女 可真正能让我们 留下深刻印象 能让这种美延续下来 甚至让你赏心悦目的女人 从来都不是单凭长得漂亮 而是待人温和 处事周到 心胸大肚的女人 而且从颜值来看 面相和和气气 美语和谈吐间有善意 说话慢声细语的女人 更是让人如沐春风 浑身散发着一种 宠辱不惊 善解人意的美 一个女人 可以因为外在美 而博得一时的赞誉 但一个性格好的女人 无需长得好看 也会博得一世的美观 我想 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 老人还是小孩 有一个好脾气 都会让自己魅力大增 让我们尝试少发脾气 让身边的人 经常看到一个爱笑的你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更多美文 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 一星期一本书 如果你喜欢听我为你读书 也欢迎你关注 我的个人微信公众号 今晚九点半FM 在这里 我会每天晚上陪你读书 好了 晚安 I've come to talk with you again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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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